雖然這間酒店只是$200港幣一晚 但這個屁股酒吧都頗無敵 因為看到雙子塔又看到KL Tower 晚上這個景色真的很棒 其實現在已經是7時 這裏通常天黑是7時多才天黑 所以我早點上來拿定位置 你看設定多漂亮 我本身想點個steak 但我計算過 如果點個steak 我又點兩杯紅酒 它又不是很多食物 加上更貴的Gill Platter 那這個Gill Platter 就是這個signature 那現在它有幾種配搭 如果配兩杯紅酒 就129元馬幣而已 那如果你想喝酒 你就可以叫這個就比較便宜了 哇好大喔 好大份啊 我一定吃不完 你看他多大份 你看不到比較嗎 這個我的手 是比手掌大 但搭到很高 哇兩個喝都可以啊 這份 這裏是整隻雞腿 看到嗎 下面是扒 這個酒店 在這個酒店 這樣的環境 雖然食物不算很完美 但是這個景 如果這一頓飯 有五分是景 真的 景漂亮的人 吃得更好吃 牛是燒到熟了 不過出奇地 一點都不餓 你說很好吃 它不是很好吃 但至少它不餓 哇 有件事我很想分享 我在這裏吃東西 接著吃東西 就有一批 不是一批 是一班人來 我見到這班人之中 有個女性 不單是戴著頭巾 還蒙著眼睛 接著這班人 就帶她到位置坐下 然後她先生 先將蒙著眼睛的黑布 拆開 其實那一刻 我是挺震撼的 嘩 你看 女兒也近去疼媽媽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很震撼呢 是因為 我一直都以為 帶著頭巾這些女性 是生活在一個 男權比較大的環境下 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覺得 她們沒有我們那種自由和幸福 但是原來我的思維 真的太窄了 原來真正的幸福 並非限制於女權 宗教 只要有一個全心全意 令你開心的人 那樣就是幸福了 第三批 第三批 第三批蒙著眼 很多都很疼她老婆的 不知道這個經歷 會不會都改變了你的認知呢 好 今天要去另一個景點 其實都是回到唐人街附近 今天是大年初一 當然要去一個充滿新年氣氛感受的地方 可能馬來西亞的朋友已經猜到我在哪裡了 很明顯這間就是廟 而且很近Pattling Street 即唐人街 其他人猜到沒有 對了 這間就是仙四師爺宮 由於今天是大年初一 所以特別多人來上鄉 你看看多人頭湧湧 而且我見到 有一些不知是遊客 和當地人媽 都穿了旗袍來拍照 仙四師爺宮來頭一點都不小 這間廟是1864年興建而成的 是吉隆坡第一間道教式的廟宇 其實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間廟經歷了那麼久 香火依然那麼頂盛 可想而知它有多靈感 而且這裏很有特色 就算只是喜歡拍照的 都可以很大收穫 你看看 只是這個門神 已經可以說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藝術品 不知為何 我看到這些牌 我就想起展昭那些東西 你們有沒有同感 立即整個畫面出來了 廟裏也可以用這個方式祈福 添過香油之後 高職人員便會打拿 幫你品報神領 聽聞如果有考試的人 來拜搭血領 我想問這些 這些是 在這裏買是嗎 自己拿就可以了是嗎 自己拿就可以了 你再拿就可以了 我小時候就聽人這樣說 入屋叫人 入廟就拜神 入廟就拜神 拍完完片了 就當然要多謝老人家了 另外提提大家 最好還是不要折日來了 因為呢 我是哭著走的 是煙太大 煙得我不停哭 我一開始以為 新年這裏不開 都很多店鋪開了 你看 穿過了步行街之後 因為很想要杯咖啡和午餐 所以就來了一間叫 Lip and Comb的餐廳 果然農曆新年特別有氣氛 我好餓 要快點找個位先 可能因為這裏是舊的建築 所以我覺得這裏的裝修都比較特色 先來個咖啡定一定神 這個意粉看起來又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一吃下去呢 不得了啦 好味程度達九分以上 簡直想叫多一個回去吃 你們查實有沒有見過呢 炒牛肉意粉裡面的牛肉呢 都可以做到裡面都是粉紅色 雖然食物的喜好都很過癮 但是這個意粉真的是 不要開玩笑 要清潔 真的清潔 真的很好吃 探了咖啡 就回酒店游泳了 今晚是住這間酒店的最後一晚 明天就住機場的Capsule Hotel 因為早機 吃完東西出來下大雨 看多大雨 大嶺落 下星期就是最終天了 有沒有想過吉隆坡會有這個國家的餐館呢 然後 因為我要坐早機 所以就在機場過了一晚 晚安 還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